大家好,我是阿瑩 這幾天我都不停玩薩爾達傳說的新作《王國之類》 但為了我們頻道的觀眾 我唯有放下手上的switch 出去戲院看了由 SinCity名導演羅伯洛迪古斯導演的新作《潛眠叛變》 奔艾佛力主演的 實行一次過玩轉潛意識 我又慣常地下一句結論 多謝剪接 他將一個可以說150分鐘以上的故事 剪剪94分鐘 令我可以被人玩小整個小時 為甚麼這樣說呢? 以下會說粗口的 因為不用那個粗口字 真的說不到那個程度 準備好了嗎? 來吧 未夠18歲就回避一下 就是 這個故事只能用玩狗觀眾來形容 它的存在就是為了玩狗入場看的人 除非你M底被人玩 還要覺得很快樂 否則你就會跟我一樣 很感激剪接師 將這條片剪短了 詳細的說法 就會在片頭之後再帶給大家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頻道 我們頻道主要是做一些影視評論 每個星期二 四 六 出片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們 同時 最近我們也開通了Instagram 大家可以去追蹤我們 當然 無論任何時候 我們都歡迎你按這個按鈕 請我們看電影 多謝大家的支持 首先你一定會問 就是一個故事 怎麼才可以玩到 觀眾呢? 我又在這裡介紹一個概念 叫做夢結局 所謂夢結局 就是跟觀眾說 其實之前整個故事都是一場夢 結局就是夢醒 然後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那麼夢結局有甚麼問題呢? 就是觀眾的感覺會不好 還有這個結局是可以解釋 世界上所有的伏線 所有的不合理的地方 而這種解釋 會令人非常之不滿足 看一個故事目的 當然是想得到娛樂 而正常故事會用來娛樂觀眾的手段 包括直接搞笑 或者給一些很漂亮的東西 令人看得很開心 更多的是他會在故事裏面放出一些伏線 然後回收 換句話說 就是安排一些秘密 然後揭露一些秘密 滿足觀眾的好奇心 但如果你放了一堆伏線出來 最後一下子就說 是夢而已 醒了就沒事了 自然就會令人覺得 除了他那你說了 繼而就不滿足 也得不到娛樂 更加癡善的是 這一套前面半變他做的 是嘗試挑戰這種套路 以為自己可以很成功地駕馭這個夢結局 但結果他只是多次地用夢結局傷害觀眾 再說下去就會有劇透成份 如果介意的可以自己去看電影 不過如果你是因為喜歡導演的舊作 殺出過黎明或者SinCity的話 你都可以不用入場 因為真的一點都看不到那種風格 可能導演也不想重複自己 也可能導演真的拘捕到6500萬美金 發現我拿來挽救觀眾都好像挺過癮的 那就試試玩 都不定 總之之後就開始劇透了 一進戲院 發行商的logo都未出 他就在大銀幕打出一篇幾百字的英文文章 解釋他的世界觀 那下我也知道糟糕了 這次你又不是星球大戰 有一堆宇宙人 宇宙帝國 我未聽過未見過 一個發生在美國德州普通城市的故事 為甚麼要打一大篇設定 跟你說催眠其實可以怎樣怎樣 為甚麼緊張到 logo都未出就要跟你說這件事呢 因為他要區分 這堆東西是故事未開始之前就告訴你 這個後話 而且據我所知 這個都不是事實 催眠是可以跟你潛意識交談 但實際上是不可能控制到一個人的 之後看到男主角 就出來跟心理師聊天 發現他的女兒失蹤了 被人拐帶 雖然抓到綁匪 但綁匪對綁架的事件毫無記憶 由於開頭有這麼大篇字告訴你 全部觀眾都知道 這個綁匪一定是被人催眠的 所以這個連伏筆都算不上 離開之後他就去上班 男主角是一個警察 去查一宗預告的劫案 因為女主角 就打了匿名電話 說有間銀堂的保險箱 會被人打劫 所以上司就叫男主角去查 看直播CCTV的期間 男主角看到大魔王 跟一個老人說 嘩今天好熱 之後那個老人就像著魔一樣 男主角立刻就知道 這個大魔王一定是大魔王 所以大魔王就開始周圍去催眠人 最後催眠了三個人 聯手去打劫銀堂 加上很熱的女人 走出大馬路 一路脫衣 一路好熱 搞到撞車 令大魔王就有機會 拿著打劫成功的保險箱逃走 男主角就追上去了 保險箱裏面 是男主角的女兒的照片 上面寫著 他要找一個很長的英文名 我不懂得讀 之後大魔王就好像變魔術 在男主角前面逃走成功 來到這裏我開始覺得 大魔王是否太 OP 即是超強 太強 主角是一個心靈受創傷的警察 根本上無法對抗 他根本就是喪屍大魔王 隨便走過說句話 甚至後來連東西都不用說 那個人就會變成了大魔王控制的喪屍 不要緊啦 男主角都是去找女女主角 因為他是報案的 他一定知道這些東西 但是就被大魔王發現 派出更多的喪屍去追殺他們 而他們因為開槍打死了喪屍 更加變成殺人犯 被人通緝 轉眼間兩個人就去到墨西哥 然後男主角突然之間 主角之力覺醒 反催眠那堆喪屍 令那堆喪屍 立即調轉槍頭 去捉大魔王 離譜的程度 簡直是一浪接一浪 不合理的點 一個接一個 當你想他 怎麼收科 那些東西 拉不來的 不拉耕的 沒錯 大家都知道 原來男主角就是被人催眠了 他看到的都是幻覺 即是夢結局 挽救觀眾 對呀 很多東西都不合理 但是幻覺而已 幻覺是不合理的 不合理就是不合理 男主角和女主角 原來是女兒的爸爸媽媽 女兒是一個超級催眠能力者 媽媽覺得女兒應該跟組織受訓 而爸爸覺得女兒應該自由生活 所以爸爸就把女兒藏起來 再用催眠洗腦自己 令自己失去記憶 而且加了一個警察的設定給自己 媽媽跟組織的頭領大魔王 就為了找到女兒 捉男主角回來 嘗試喚醒她的記憶 不停地回覆 男主角設定好的新生活劇本 希望可以找到女兒在哪裏的情報 這次已經是第12次的重演 因為沒有發現 所以唯有 我們又游來多次了 導演用一些很簡陋的道具 把整件事重演一次 告訴你世界是不同的 而不是用一些Montage 或者MV 去做 只是稍微剪掉一些東西 快進再來多一次 那段老實說是非常沉悶的 因為那些事已經全部發生過 只不過是一個很簡陋的報警 再做多事給你看 這次發現 原來很長的英文名 其實不是人名 是地方名 我心想 真是很大發現 如果我找到一張卡 寫著 去找阿巴甸 正常人 應該都不難發現 阿巴甸 其實是地名 其實就是香港仔 阿巴甸 但是 這班催眠組織 一直找到13次 才發現這件事 而發現這件事之後 男主角就出發去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竟然 竟然 一家竟然 整件事好像神奇很多 竟然是男主角的養父母的家 原來找了這麼久 女子只是回了爺爺的家 而這麼大的組織 又直升機 又機關槍 居然沒有人想到 去搜索 爺爺的家 整件事 當然 當你發現不合理的事情 越來越多 最後是什麼 最後就是另一場夢 沒錯 真的是另一場夢 這套電影 不止一次夢結局 是兩次夢結局 是阿呂 催眠所有人之後 大家的一場夢 我真的不知道說什麼好 我只可以再說多謝剪接師 多謝編劇寫那麼多解釋性對白 令到情節的時長 不夠一百分鐘 老實說 整件事如果他不用解釋性對白 他不敢這樣剪的話 而是用一些情節慢慢表達出來 一套東西做三個小時都行 但這樣也不止 出字幕的時候 香港發行下面 打得大大隻字的中文字幕 寫著 片尾有彩蛋 說真的 除了這場 還是一場夢之外 你還可以有什麼彩蛋 各位觀眾 不是兩個夢結局 是三個夢結局 真是人都瘋了 問題是 如果一層一層 全部都是夢 沒有一件事是真的話 作為觀眾的我 會覺得很無依靠 不單止是 嘩 你說完 而是整個故事 都毫無感覺 毫無意思 嘩 都是幻覺 這套戲的預算 是6500萬美金 不收回一兩億美金 都回不了本 這次導演 你除了玩觀眾 外 應該還在玩投資者 甚至玩男主角 崩涅分力 全部人都受害者 我要寫個慘字 在你的腳 好 今天我要分享的 就是這麼多 如果想接收多些類似的資訊 或者看多點我們的評論 麻煩幫忙 CLS comment Like 和Subscribe 我們的頻道 我是阿影 下次再見 和Subscribe 感谢观看